上集中 贝斯听说站在奇谈顶端的大神多是苏联人 所以决定学习他们的语言 以增进对他们的了解 在俄语课上 贝斯结识了一些比自己年长的大学生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贝斯也跟着他们一起吞云吐雾 潇洒人生 他尽情放纵着自己的青春 看到女儿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母亲内心还是很替他高兴 他认为女儿的生活中 除了象棋 还有有些其他的东西 所以就算是贝斯通宵未归 他也并没有责怪 但贝斯本质还是无法融入他们 他的世界 属于那些黑白格子中的那一方天地 到了1966年的夏天 贝斯顺利地高中毕业 母亲给他买了一块名贵的手表 他已经将贝斯当作自己亲生女儿看待 毕业后 其他女生都忙着参加毕业派对 贝斯却要准备去墨西哥参加锦标赛 然后就是全美冠军杯 如果一切顺利 他就能拿到在巴黎举办的欧洲比赛邀请盘 他的生活就如此奔波在一场接着一场的比赛中 母亲对墨西哥之情充满期待 比赛前几天两人就到了墨西哥城 因为他在这里有个比友 曼妞尔 贝斯却并不喜欢此人 曼妞尔为人热情奔放 总能引得母亲开怀大笑 离婚多年的他 像是又找到了自己的春天 他的生活中 仿佛充满了这个男人的影子 已经习惯了赛后向母亲亲出的贝斯 很不习惯曼妞尔的存在 但这个男人很快就消失在两人的生活中 没过几天 曼妞尔就以外地出差为名离开 母亲因此没落了一会儿后 又对女儿展开了笑容 这样的打击对他来说 已经算不上什么大事 只要有贝斯在自己身边 他的生活中就充满了阳光 本次比赛没有时间限制 贝斯遇到了一个比自己还年轻的选手乔治 没想到与他的比赛杀得难解难分 从下午到晚上 整整过了五个小时 两人仍未分出胜负 乔治看到贝斯的脸上已经有了倦意 更劝他封其 经过一夜思考的贝斯整装待发 第二天 两人继续未完的比赛 让这次的贝斯信心满满 没多久 乔治就放弃了挣扎 贝斯认为 他是迄今为止遇到最强的对手 可是乔治清楚 他很快会面对更可怕的敌人 决赛在贝斯和苏联选手 波尔哥夫之间进行 清晨 他留下熟睡的母亲 独自一人前往赛场 在电梯中 他遇到了波尔哥夫和他的同伴 他们认为贝斯听不懂俄语 所以毫无顾忌地讨论其贝斯 他们认为贝斯进展神速 如果不尽快挫败他的气势 他会变得越来越强 他们很了解贝斯个人生活 对贝斯歧路也是了然于凶 让贝斯有了些许不快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样一个国宝级的人物 将人在科格伯的监护之下 只是怕他叛逃出国 决赛很快开始 波尔哥夫很绅士地伸出了手 然而接下来将是两人毫无情面的厮杀 贝斯的任何进攻防御 都在对方的计算之中 波尔哥夫面无表情 但每一步棋都走得坚毅果敢 贝斯失败的结局仿佛已经注定了 他就像一个猎人 不停地将贝斯引入编织好的牢笼 无论贝斯如何努力 他都在逐渐走向失败的终点 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抑 席局结束 只想尽快回到房间 向母亲寻求一丝安慰 回到屋内 一声音颤抖地向人躺在床上的母亲 听诉着心中的苦闷 和母亲却没有任何反应 常年酗酒的他 已经耗尽了肝脏最后一丝活力 贝斯以多年不联系的养父取得联系 令他气愤的是 养父对母亲的离去没有丝毫的悲痛 仿佛这个女人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毫不相干的陌路人 最后竟然连他的死因都不想知道 这让他再次感受到了人世间的苍凉 无尽的孤独在他心中挥之不去 仿佛在这充斥着霓虹灯的世界中 只有他独自一人站在冰冷的高处 母亲的遗体被送回坎太基州 临行前 贝斯在这里的药房中购买了大量的绿色胶囊 因为镇静剂在墨西哥并不是处方药 这大概是此次墨西哥之行 唯一能翻味贝斯的地方 今后他将如何独自面对自己的人生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